大家好,我是James,今天會和大家講兩隻股票 第一隻要介紹的股票就是比亞迪1211 看回它最近公佈的業績都非常亮麗 其中它第三季的營收增長達到115% 而它營收增長是超過了去年的高峰,在第一季 也看到最近新能源汽車是比較升勢很凌厲的 尤其是一些衛小利,這些造車的新勢力 龍頭比亞迪也是不今事約 其中它10月的銷量達到21萬架 環比增長了8.1% 也看得出它是積極拓展海外市場 它接下來也會在巴西設廠去擴張南美洲的業務 預計會在那裡建一個工廠去擴展本利化的生產線 它也會在墨西哥積極拓展業務 接下來預計2024年它在墨西哥的銷量 將會達到2萬至4萬部新能源汽車 業績方面,最近也看到它的毛利率是折折上升 由之前幾季的2%升到現在的7% 也看到它的營收增長是最近創新高至115% 比起去年的前高峰,第一季是更加高的 雖然最近遇到巴菲特這個拋售比亞迪的股份 它賣了大概5億美元左右的比亞迪股份 佔它的持倉大概是2成左右 但也沒有了這個最近新能源汽車以及汽車股的升勢 可以預計暫時比亞迪股價大概是193元這些水位 它的支持位大概是170元 左力位大概是205元 也看回回落到接近115元左右 都是一個比較吸引的位置去到吸引 另外一隻美團3690最近也出現了一個非常亮麗的季跡 它在第三季的收入和純利都是超過預期的 其中營收是去到626億人民幣 同比增長到28.2% 超過預期的經條整整利用也去到35億人民幣 是大幅超過預期的8.4億 去年同期是虧損55億 也看到美團的競爭對手在電商中 阿里巴巴這隻龍頭 在上一季的營收增長只有3% 而且是轉型為虧 而京東第三季收入的增長也放緩到11% 而美團就去到28% 可以看到逐漸想將外賣業務 將重心傾斜到電商業務 而會計上最近美團 將外賣和美團閃購的業務合二為一 但是按照最新一份規則這部分的配送收入 增長也去到35% 而且看回它的競爭對手 阿里和美京東在最近的營收增長 都逐漸失息 到低雙位數和高單位數 可以看到接下來拼多多和美團會在電商業務 逐漸追趕阿里巴巴和京東的龍頭地位 但是大家也要留意它最近的風險 由於內地的疫症升溫 單日確診也有幾萬個 也應該會影響到它的旅遊和酒店業務 但是旅遊酒店業務 只是佔了所有業務的大約17% 影響也不大 看回股價圖 美團現在的價位大概是$163左右 徘徊 下面的支持是$130左右 而阻力位大概在上面$180左右 預計美團暫時都會在$130至$180區間 徘徊 因為恆生指數最近都反彈了超過四分之一 短期在19200左右都會有阻力位 預計美團也有機會跟隨大事回調 看回下一個比較吸引的吸納位置 可能在$150左右 多謝大家收看本集的內容 如果對我的分析有興趣 可以在苗頭APP搜尋 是Algo量化選股交易 Lgo量化選股交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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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goe 冊 坑 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